今天小青给大家带来 于2002年9月14日上映的《尸骨无存》 影编属于系列电影一共有四部 阳光洒落湖水 树叶铺满土路 狐狸人手提野兔悠然地走着 他迫不及待地想跟自己的猎狗分享美味 但躺在地上的猎狗毫无反应 察觉到不对劲的他摸了摸猎狗 却发现猎狗已经死去 身子还被分成两半 还喷了他一脸鲜血 马倩教育完小南海后 几人开车驶向远方 看起来似乎是要去旅行 马倩向伯特索要香烟 但伯特却藏起不给 高速公路上 坐在副驾驶的马倩调皮地去挑逗自己的男友 也就是司机杰夫 看到后排的保罗一阵无语 低头看看睡在自己肩膀的女生 紧接着 伯特也枕在他的肩膀上 五人就这样越行越远 车子来到杂货铺前 几人要补充点生活物资 杰夫和马倩下车后就开始秀恩爱 保罗看到门前的摇椅上有个女孩 友好的去打了个招呼 但却被女孩咬住了手 发出疼痛的叫声 听到声音的店主急忙赶出 劝男子去后面的河流冲洗 省得感染破伤风 然后开始教训女孩 其余几个人都没有好脸色 只有伯特对着女孩说了句可爱 后院很杂乱 充斥着蚊虫的嗡嗡声 正在河边洗手的保罗遇到了狗狗 一人两狗嬉闹了一会儿 胡子白白的店主正在努力推销自己的玻璃器面 当知道几人要去树林度假时 提醒几人千万要小心 但当女子问原因时 却只转身提醒店员 将几人买的物品打包后 出门的时候 伯特却被叫住 原来他偷了店铺内的一块巧克力 小伙伴们发出笑声 归还完巧克力 博特上了车 杰夫开车扬沉而去 没发现 店员在外久久的凝视着他们的背影 看着地图 几人开车走过小水卧 找到了坡上的小屋 正是他们此行的终点 马倩看着屋内的装饰非常惊喜 杰夫推门而进 两人迫不及待的准备开始做功课 保罗不合时宜的开门 问两人是否要一起游泳 看到屋内情景实际的退了出去 转头想继续时 又看到伯特趴在窗户上看着他们 真是大杀风景 凯伦跟保罗准备外出玩耍 却看到伯特手持猎枪走在前面 伯特说 自己要去打松鼠 虽然对于杀小动物这种行为并不赞同 保罗还是提醒他 小心用枪 满不在意的伯特说 自己拿的是玩具枪 却一下子走火 对空放了一枪 伯特走后 保罗跟凯伦走在树林中 看得出来 保罗想对凯伦表白 但凯伦只是给他拍了照片 然后提议 看谁先跑到木筏 保罗只能无奈的笑了笑 伯特开始狩猎松鼠 杰夫和马谦正享受成年人的快乐 相比于伯特无聊的自海 两人可谓是幸福至极 湖面平静 一片风和日丽 凯伦跟保罗躺在木筏晒着太阳 凯伦提出 两天前有个叫肯德男生 想要吻他 两人是12年的试交 但是让他觉得很恶心 紧张的保罗担心凯伦 是因为熟悉才觉得厌恶 但凯伦表示 是肯这个人恶心 并说对于熟悉的人 想试试吻记也没有错 气氛开始暧昧 凯伦主动靠近保罗 两人开始了接吻 正当保罗想要更进一步 凯伦却翻身滚进河里 不知所措的保罗 问两人这样算不算约会 但凯伦却打破了他的幻想 转头游去了前方 孤单的伯特点燃了一圈火苗 没打到野兔的他 决定继续战斗 勾豪里响起一动 他举起猎枪就打 但却听到了男人的哀嚎 惊慌的伯特前去查看 发现一个男人爬出 正是偏途的护林人 头发散乱 眼眶血红 情况看起来很是糟糕 护林人说自己不舒服 想要喝水 伯特安抚着护林人 但是拒绝他靠近自己 可护林人却一直走向伯特 还说想去远处的小木屋 最终伯特开枪吓退了他 男人重新跌进沟毫 当伯特回到木屋时 杰夫跟马倩 正在扑灭他点燃的火灶 两人对于伯特 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 感到不满 但伯特丝毫没有感到愧疚 夜幕降临 五人在一起围炉夜谈 几人想听保罗的痛苦经历 是个发生在 布赖顿保龄球馆的故事 那里发生了一场抢劫案 罪犯是心怀怨恨的雇员 将所有人绑好围成一圈 用锤子敲进每个人的头颅 再用消防服砍下四肢 最终只剩下躯干 伯特却突然发出大笑 马倩一阵不满 杰夫让保罗继续 接着说到开心吐头的故事 一个总挂笑脸的开心男人 也被杀手杀死 肢体被用来打球 当警察在传输带发现吐头时 他的脸上竟然还带着笑容 凯伦听到害怕捶打着保罗 但保罗发誓 一切都是真的 其余几人乱作一团 保罗边说边站起来 却突然发现 旁边有人正在窥视他们 还带着一条叫曼波的狗 来者暂且称为山羊湖 山羊湖想要加入他们的篝火晚会 几人感觉有些诡异 不愿接受 但却在山羊湖的大麻的诱惑之下 改变了心意 凯伦热情地邀请山羊湖坐在旁边 打过招呼后发现 两人都在伯克利大学 凯伦说到在大学被人整骨 杰夫和伯特觉得挺有意思 两人打赌效仿 度假期间只喝啤酒 天空突然响起惊雷 几人兴致正浓 邀请山羊湖进他们的幕屋 继续聊天 但山羊湖决定 先回帐篷拿自己的行李 提醒他带好大麻 五人先回了房间 壁炉的火在欢快地跳跃 几人正在谈论一些 十八劲的内容 突然门被敲响 以为是山羊湖来了的杰夫 过去开门 却看到一位满脸血泡的男子 向他们寻求帮助 伯特不自在地压低帽子 但还是被男人发现 还没等男人开始指责他 伯特一把关上门 阻止大家给予帮助 正当截刃开始争执 却透过窗户 发现男人想开他们的车 大家开始生气了 戴上武器驱赶男人 而此时车内的男子 一直乱喷鲜血 杰夫跟伯特挥棒弄枪 男子终于下了车 摇摇晃晃地走向了两个女生 保罗拿着火把前来帮忙 但一不小心 男子衣服沾上火星 整个人燃烧着奔向了远处 惊魂未听的几人 在屋内商量着该怎么办 但却没有找到 合适的解决办法 深夜 外面下着暴雨 几人都不约而同地 回想着今晚的事情 门外电闪雷鸣 一夜地洗礼之后 迎来了第二天的朝阳 车上沾满了血污 杰夫和伯特抱怨着保罗 马倩从屋内走出 准备去林中寻找昨夜的男人 画面一转 这间污浊的河水中 敲伏着男人的尸体 输水管 却正连接着几人的木屋 保罗积了杯水 来到房间安慰受惊的凯伦 对于水源毫不知情的凯伦 喝下了这杯水 杰夫跟伯特来到了一处农场 一个女人正在杀猪 却突然开始大吼大叫 转头看见两人 大吼着说 有只动物感染了所有动物 得病的都会死掉 而且这里没有修理工 只能去城镇中寻找 但是可以借用无心电给他们 来到女人家中 说起昨晚的事情 突然发现 正在家中照片上的男人 也就是女人的表弟亨利 两个人开始紧张 然后提出 自己可以走去镇子上 飞夜市的逃离女人的家 马倩划船来到一处沙滩 看到翻倒的椅子和收音机 远处有一所房子 他试探着喊了几声 但是没人回应 突然独特出现 吓到了他 紧接着杰夫也出来了 两人还去了其他地方 但是一个人也没有发现 马倩担忧警察已经发现 伯特说 警察说不定已经到了木屋 说什么来什么 保罗迎来了副警长的问话 描述完昨晚的事件之后 警长却对几人的派对产生了兴趣 并没有在意保罗的话语 看到凯伦出来询问之后 安慰他没有事情 传授给保罗派对经验 安排好修车事宜之后 骑车离开 而屋内的凯伦又开始做噩梦了 外出几人回来后 保罗和伯特一边洗车 一边谈论事情 山羊湖的狗区突然冲出 对着两人一阵狂吠 正在这时 马倩出现 开枪吓走了狗子 几人聚集在屋内 商量着离开的事情 凯伦突然觉得不舒服 马倩要去洗澡 但是桌子上的水杯 暗示我们他也要遭殃 保罗来到房间探望凯伦 看着凯伦喝完水的 他准备离开 但是凯伦要他留下陪伴自己 伯特继续修车 而杰夫在一边架枪 驱赶着想要靠近的狗子 屋内的两人睡到了天黑 保罗看着熟睡的凯伦 忍不住动手抚摸自己的意中人 但却突然发现手感不对 原来凯伦已经被感染 下身开始溃烂 罗子看到这种情况疯狂大叫 阻止凯伦帮助凯伦 一番争吵过后 凯伦冷静下来 轮流检查彼此的身体 索性没有人再感染 凯伦最终决定 将凯伦关在把棚 保罗下山寻找帮手 却听到了稀稀缩缩的声音 马倩给凯伦拿来食物 但已经绝望的凯伦并不怜情 月色的映照下 凯伦的状态看起来非常不好 保罗来到一处小屋外 透过窗户 却被床上的女人吸夜 但看得入了迷被男主人发现 没能得到求助就被赶走 保罗跑回了木屋 没人愿意吃马倩做的食物 害怕感染的情绪 充斥着每个人的内心 杰弗和伯特打了起来 保罗将两人分开 提出 大家可以各自负责各自的生活 但必须交流合作 共度难关 听他说话时 伯特喝下了杯中的自来水 但这一举动 让他输得不仅仅是比赛 更是自己的生命 几人一个不注意 猎狗就冲去了马棚 开枪赶走狗子 伯特呼喊凯伦 却无人回应 只有两声微弱的喘息声 又是新的一天 伯特终于修好了汽车 兴奋地叫着大家离开 凯伦已经腐烂发臭了 但保罗跟马倩 还是没抛弃他 准备开车的伯特 却突然凸显 紧张地拉开裤子 发现自己确实已经被感染 但依旧镇定地招呼大家 赶快离开 正当安排好事宜 凯伦的情况急转直下 当场喷血 眼看就要支撑不了了 马倩和保罗坚持救凯伦 在伯特一直催促之下 几人开始怀疑 怕被发现的伯特 就自己开车离开 却阵子上寻找医生了 保罗拿着毯子 跟马倩包好凯伦 而姐夫则是带着啤酒 准备远离这个地方 对于自己亲密的女朋友 也大叫着不要靠近 而此时 开车的伯特情况也越来越差 屋内 保罗正在安慰着马倩 对死亡的恐惧之下 两人开始了肉体交流 关快是一时的 对死亡留有恐惧的保罗 永久冲洗了自己的身体 马倩洗完脸 对着镜子看了下自己 背上的手艳让她觉得有点疼痛 曾经的杂货铺 伯特想要寻求帮助 店员进去打电话叫医生 椅子上的女孩却突然兴奋 花里胡哨地冲向伯特 后面的店员怎么喊也没有用 只能看着女孩咬了伯特 但心血涌入喉咙 女孩瞬间感觉不对劲 店员给女孩擦嘴 指责伯特为什么要到来 原来女孩是她的孩子 爱子心惊的她生气极了 叫人拿枪准备解决问题 伯特只得赶紧开车溜走 宝罗也决定离开 不再等待伯特了 但马倩却发现 自己也被感染了 背上的手艳开始溃烂 此时的伯特正在被店员追杀 车子被爆了轮胎 停在了半路 只能愤怒地捶打着车子 而店员几人也持枪赶到 情况很是危险 宝罗来到了水库边 看到了水中腐烂的尸体 踩着梯子翻看 正是被烧焦的那个人 但木梯子突然断裂 自己已跌落水中 抬头看见水库的标志 心中明白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伯特还在紧张逃生中 故意留下血手印诱导几人 自己回去了木屋 马倩边哭边洗澡 此前也要保持美丽 剃刀挂走腿上的泡沫 露出来的却是腐坏的肉体 他在尖叫声中 不断地冲洗自己 留下了满浴缸的血水 正在此时 外面响起一声枪响 裹着红色浴袍的马倩出去查看 但却被蹲守的猎狗赶上 马倩想要逃进马棚 但屋内的凯伦趴在地上毫无反应 而身后的狗子已经扑了上来 雪红的双眼摆明了也被感染了 保罗在听到枪声后 飞速赶回 小屋附近一片寂静 他往前走去 看到地上的情景 忍不住丢下枪杆 浴袍的碎片和马倩的残肢体 散落一地 马棚的门开着 发狂的狗子正在啃食凯伦 保罗连忙往前爬去 在狗子扑上来的一瞬间 拿枪拯救了自己 安全了的保罗 去看马棚里的凯伦 翻过身来 却是一张血弱模糊的脸 此时的凯伦 还有微弱的呼吸 但是保罗 却是提起铲子 使心拍了上去 仿佛自己没有喜欢过这个女生 收拾好行李的保罗准备离开 却看到了爬到门口的伯特 跟他说 杂货店的人要来杀他了 紧接着 杂货店的人也来到了小屋 三人在门口拾好眼色 打开房门 而剩下的一个毫无战斗力 被保罗一匕首捅进了脑子 而后 一棒子结束了倒地的杂货铺店员 孤身一人的保罗 踏上了寻找杰夫的旅途 四处呼喊着不要喝水 黑暗中 他看到一处山洞有着微光 走进山洞 看到落在地上的手电 洞口深处好像有个人 正当保罗往前走的时候 却被什么东西绊倒在地 扭头一看 却是早已没了呼吸的山洋湖 剩下半截身子 破碎的身体满是蛆虫 惊慌的保罗立马跑出山洞 幸运的是 他拿到了杂货铺挤人的车 开车逃离这个地方 分心用后视镜看自己眼睛时 却撞上了马路中的小鹿 保罗用猎枪杀死了小鹿 鲜血洒满了他的脸庞 下车查看时 听到了远处的声音 那便是正在参加派对的副警长 满身嗜血的保罗走过来 质问警长许诺的拖车在哪 心存愧疚的警察 刚答应带他去镇子上 就收到警局消息 看到木屋的几人格杀勿论 而此时的保罗也发病了 开始口吐鲜血 周围的年轻人 想要阻止保罗走向车辆 却被保罗咬伤两人 其余人一哄而散 将车全部开走 只留下为派对结束遗憾的警长 被保罗一棍子敲晕 想要到马路上拦车的保罗 以失败告终 后面的货车在打喇叭 他却晕倒在地上 然而货车刹车性能良好 没有让保罗丧生车轮之下 反而送去了医院 但在救护床上苏醒的保罗 看到医院病房 戴着兔头面具的人 正在注射什么东西 曾经的美好还历历在目 但下一瞬间 保罗被毁容的凯伦惊醒 床头的警察正在询问他 发生了什么事情 当得知疾病的来源时 几人对视一眼 悄悄走出房门 医生表达自己处理不了这种病 警察接下处理保罗的任务 画面一转 副警长正开车带着派对男孩 虽然没有露脸 但小青悄悄告诉你 这是保罗 杰夫突然从马路边的灌木丛中爬出 脚步亮枪 看起来状况也不怎么样 沿着河岸回到了小屋 屋内遍布着血迹 看到这种惨状 杰夫又哭又笑 看起来为自己一个人能存活感到骄傲 但最终 被目目外的警察打成了筛子 最初几人谈天说地的火灶 成了几人最后的归宿 一行五人只剩下在地下室的保罗了 一对儿童来到河边打水 但河流上游 却有一个死人倒在水泊之中 看样子却是保罗 至此 五人全部团灭 杂货店门前 镜头的白发爷爷 跟警察们打着招呼 两个孩子正在推销热水 用的正是那被污染的水源 孩子是老板的家人 警察们津津有味地喝着热水 白发老板迎来了三个黑人 进店谈话 影片结束 越来越多的人都来喝那桶热水 小青相信 不久之后 疾病就会在全阵爆发 最后小青和大家梳理一下 影片中的细节 根据沙中有人所说 镇子上有只动物感染了所有动物 得病的都会死掉 由此可知 天头护林人的猎狗 包括之后山羊湖的狗 和保罗撞死的那只鹿 都是被感染的 守灵人被猎狗感染 之后伯特打猎时遇到了他 守灵人嚷着想喝水 夜晚又遇到五人 意外浑身着火 不管是出于口渴 还是要灭火 他一定会去找水 这也就解释了 为什么他的尸体会出现在水库 随之水库被污染 在此期间 杰夫和伯特打赌 度假期间只喝啤酒 凯伦第一个喝水被感染 之后马迁去洗澡 喝水中招 随后凯伦病毒爆发 伯特也喝了水 输掉打赌比赛 被感染病毒 在大家慌乱时 杰夫带着啤酒 逃跑至灌木丛中 以喝啤酒为生 伯特去杂货铺求助 被小女孩咬伤 小女孩同时也被感染 激怒了村民 伯特被追杀 接着 马迁感染爆发 被山羊湖的狗咬死 保罗为了保全自己 牺牲伯特 杀害凯伦 现在只剩下保罗和杰夫 没有被感染 最后保罗在水库中 发现了护理人的尸体 得知水源被感染 在山洞中 发现的那具尸体 是山羊湖的 从蛆虫和死亡状况来看 山羊湖是被自己的狗咬死的 求生路中意外撞死了 那只被感染的鹿 保罗最终也没能幸免 医生和警察得知后 决定动用私刑 将保罗关押及木屋地下室 开枪放火 唯一没有被感染的杰夫 却被警察施以屠杀令 小星猜测 可能是保罗从地下室逃了出来 同样因为着火 身体本能地来到水库 所以他的尸体 最后也出现在水库中 小镇的水继续被感染 杂货铺却还在运水推销 本片中五名相处亲密的年轻人 因为对病毒感染的恐惧 造成了他们的冷漠 尤其是保罗 这个看似文质彬彬 追求凯伦的男子 导演在很多细节中 体现着他狠毒的人性 其一 保罗讲的两个犯罪故事 并发誓这一切都是真的 到底这两个故事 和他有没有关系呢 我们不得而知 其二 保罗被女人痴迷 他的内心是有欲望的火苗的 其三 在一中人感染 关在马棚中时 他却和马倩发生关系 警惕地用啤酒消毒 所以最后他杀害凯伦 用伯特当诱饵 杀害村民才会那么心狠手辣 当病毒在这五人中爆发 友情与爱情瞬间不堪一击 感染者所感受到的恐怖 已不是死亡的破解 而是被自己信任的伙伴孤立 抛弃 恐惧之中又透露着无限的悲凉 这些是小青想为此片点赞的地方 比这点更可恨的是 村民们为了避免自己感染病毒 拿起枪追杀感染者 欲将这些患者的同胞除之而后快 感染者求助警卡收到的却是屠杀令 为了活着 感染者和村民搏杀 想活下去的欲望 使本是弱者的他们 成为杀人不眨眼的恶魔 至此 人情已不再仅仅是冷漠 更是人性崩溃 小镇上人处理了所有的感染者 而他们依旧推销着那被感染的水 不久之后 病毒就会在全镇爆发 他们也会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同时小青也有疑惑的地方 小女孩为何要咬人 她和杂货不是什么关系 医院出现的兔头人是谁 她又在给小女孩注射什么东西 或者我们可以在续集中找到答案 欢迎大家留言和小青讨论哦 好啦 小青欢迎声要打烊了 如果喜欢小青制作的影片 记得帮小青点个赞 拜托拜托 你们的鼓励是小青坚持不及的动力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啦 爱你们 我们下期遇clock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电器 电器 微quen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